12月份第二轮用车证投标价5个组别 起落参半 所有三个用于购买汽车的组别成功的标价都上扬 货车及巴士以及摩托车组的成交价则下跌 中小型车组的最新标价是49700多元 涨了1700多元 大型及豪华车组增幅最大 新标价达51100多元 涨了4880元 而通常用于购买较大型车辆的公开组 成功标价是50300多元 涨幅为379元 受访车商表示 这一轮用车证成功标价在预料之中 因为上一轮的成交价下跌 促使过去两个星期的销量增加 业者表示这个趋势将持续 业者认为持续做观望的买家 也可能在这个时候买车 用车证成交价上扬也导致许多车主选择 在车辆满10年时更新拥车证 在车达的车达 车达的车达 感谢观看